今天这个视频的话我们继续下一个章节 那下一个章节的话我们会讲到压强的概念 力和压强的概念 那我们先介绍什么是压强 初中阶段的话我们已经稍微有一点概念了 什么是压强了 那我们就开始 那什么是压强啊 这边我会要求你们做一个简单的活动 那你可以随身找一个铅笔 你的身边有铅笔啊 或者是钢笔啊 原子笔之类的东西 那我们这边做一个活动就是 你把你的双手钉起来 就是像我的图那样子 这边是用图钉嘛 但是我们用铅笔来代替 那这个活动的话就是你的双手 这个两个手指 矗力的按着这个笔 然后你会感觉到有一阵的痛楚 那那一个地方会比较痛 B的手指呢还是A的拇指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要感受到这个效果 那我们这边讲压强啊 其实就是力的作用效果来的 因为你会感觉到痛 那你会有出力 所以两个手指压下去的时候 比较尖的部分是比较痛的 那你这样子做的好处是什么啊 你的那个两边的力是相等的 因为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嘛 所以你施的力两边其实大小是一样的 那既然力的大小是一样的话 那为什么你的食指会感觉比较痛 而拇指没有那么痛 就是跟压强的关系咯 所以我们这边讲压强其实就是力的作用效果来的 你的感受是什么 感觉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你比较的是力了 False的一个 比较这个你在施加上去的时候 力的大小是多少 那我刚才已经解释了 这两边的力的大小是一样的 因为你出的力 如果你的B跟A是往下压的话 你施的力两边是相等的 那下去比它的面积 就是你和这个铅笔或者图钉接触的面积 那我们会发现到B接触的面积比较小 A接触的面积比较大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稍微整理一个关系 面积跟压强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写出一个关系啊 面积和压强是有关系的 那什么关系 我们发现到如果你的面积越小的话 你痛的感觉很大 所以这边我们就讲压强比较大 所以如果你的压强很大的话 代表你的面积就要很小嘛 对嘛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关系 那就是这个反比的关系 Area越小的话 Presure就越大 或者相反我们讲 Area越大的话 Presure就越小 它是inversely proportional的 那我们从这个活动里面 可以告诉你这个关系 那下一个活动 我们观察有两个人物 那我们在做什么 OK 这两个人物在跳芭蕾舞 那我们在一个很厚的床褥上面 肩脚站着 那这个动作的话 他们接触床褥的面积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这边要强调一个固定性变数 就是他们双脚 不是双脚 他们的脚接触床褥的面积 大小是一样的 那如果面积一样的话 我们看呢 Force会是怎样的 那这边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效果 就是比较大质量的 比较胖的那一位 他会下沉很多 他就会往下一直沉一直沉 可是比较瘦小的女生的话 他肩脚站着 但是他没有沉下沉很多 那这个也是一个效果来的 就是你从观察你会发现到 比较大质量的 他会下沉很多 比较小质量的 他的下沉的程度没有很大 那这边的话我们比较就是力哦 那这边力的话 讲的就是重力 所以比较胖的 那个比较大质量的 他的重力比较大 然后比较瘦小的话 重力比较小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重力越大的 或者是力越大的物体 那我们的压墙就越大 所以我们P跟我们的F有关系咯 你的F越大 你的P也跟这边大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整理了 Force和Presure 其实是有一个 Directly Proportional 成正比的关系 那面积的话一定要固定咯 所以我们讲你比较面积的话 我们这边的固定性变数就是面积 好 那我们就整合 刚刚我们两个的活动 第一个是铅笔的嘛 你用两个手指压的活动 和这个跳芭蕾舞 然后接触的面积相等之下 我们把它整理一个关系的话 我们会发现到 它的关系就是P等于F除以A 面积越小 压墙就越大 前提是你的力是固定的 或者倒反 你的面积固定的话 你的力越大 你的压墙就越大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解释 Presure is defined as the magnitude of the force acting perpendicular to a surface per unit area 华文翻译的话就是 单位面积所受到的力就是压墙 所以如果我们在初中已经背过这一段了 什么是压墙 那我们背的定义就是 单位面积所承受的力就是压墙 所以压墙在那边的话 我们看成是一个效果的 哎你痛吗 你会感觉到痛楚 那这个我们讲这个压墙 OK 那下去的话 它的单位 不是符号介绍 P叫压墙是因为我们取它的英文字母的Presure的P 然后F的话我们知道是Force 然后A是Surface Area of Contact 那这边讲的Area是你接触的面积哦 那如果你的上面的面积很大啊 OK就是表面积很大还是这样的 但是你跟物体接触的面积只有一小部分 那我们这里讲的Area就是那小部分罢了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里的概念呢 那我们的单位的话就是Nm-2咯 因为我们的力的单位是纽顿嘛 那A的单位是meter square 那我们拿到Nm-2 那为了记念pass卡的话 那我们把Nm-2的单位换成pass卡 所以SiUnit其实是PApass卡 那1pass卡就等于1Nm-2啦 这个就是压墙的单位 那我们就稍微理解了 概念过后我们就应用在我们生活上 那我们就判断一下这种题目啊 为什么这个小男孩坐在这个横幕上面的时候 木没有断 但是他一站起来的时候 这个木就断掉了 所以这边要怎样利用压墙的概念去解释这种提醒 或者example啊 那我们就可以讲 因为他在坐着的时候 他屁股接触木板的那个面积稍微比较大 那虽然相同质量哦 你看重力的大小是相等的 这个人没有突然间变重 或者突然间变轻 所以我们讲他的重力的大小值是相等的 那如果重力大小值相等的话 我们根据公式去解释 P等于F除以A 你的F是固定性变数 你的重力是固定性变数 那这个小男孩的压墙和面积有什么关系 那屁股的面积比较大嘛 所以我们讲压墙就比较小一些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力的作用效果 并没有把木条挤断掉 那但是倒反了 如果他肩脚站的话 那因为他的面积变小了 这时候压墙就变到很大 那这时候这个木条就会断掉 所以我们就用P等于F除A的公式去解释 When the force is constant 然后the smaller area of contact 然后the larger pressure exited 这样子的方法去解释这种提醒 因为SPM很喜欢问那种解释现象的题目 好 这个是我的句子啦 那尽量的话 你两个现象都解释了 比较可以拿满分 这是一个作答技巧 好 所以接下去的话 这个是固定什么 这是固定我们的重力嘛 OK 好 接下去 好 我们买榴莲的话 我们的榴莲是有刺的嘛 那这个刺的话 就会穿破我的缩脚带 然后缩脚带就会破掉 那这边教你提一些方法 或者是建议来改善这个问题 那这边有很多答案 没有标准答案 那SPM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发挥你的想象力跟创意 但是你不可以离开什么 你不可以离开P等于F除A的概念 那为什么指导会穿破 是因为你的pressure很大嘛 那为什么你的pressure很大 那你就要看force或者是area的关系了 那这种榴莲的提步的话 应该是讲area 因为它的刺是很小面积接触的 所以它area很小 它的pressure就很大 前提是我的榴莲的重量是不可以变的 好了 那你已经知道原因了 要怎样降低pressure 那我们就从area方面下手咯 所以你就可以讲 尽量让这个area变大 那怎样变大法 你可以裹一层包纸先 然后再放去塑料袋里面 或者是比较创意的答案 你可以把这个刺全部磨平 然后再放进去 那也还有其他创意的答案的 它讲把里面的榴莲吃完了过后 压强就变小了 可以因为你降低的是你的重力 那你的pressure就相对的跟这变小 所以这种答案提醒它有很多答案了 所以没有标准的 只是发挥你的想象力跟作答方法 那我们压强在生活中 哪里可以应用到啊 其实压强在生活中 很常用到的 例如可能你切菜的时候 或者是订东西的时候 这时候都会考虑到压强 那我们看这边举几个例子啊 那reduce area to increase pressure 有什么情况之下是你要减少你的接触面积来增大压强的 我可以想到就是切菜哦 你看到啊 到的那个锋利面那一边是很细的 为什么很细 因为他讲要reduce area嘛 reduce area的话 你的pressure你力的效果就会变很大 它就被放大了 所以我们讲好这个刀咯对咯 ok 你的刀面越细的话 你切下去的水果越容易 那这个就是作用效果 还有是哦 钉鞋 ok 钉鞋的话 呃 我们在替足球的时候 我们穿的是钉鞋 因为我们的接触面积很小了 reduce area嘛 那这时候你的力的作用效果就很大 你的pressure就会变很大 然后图钉咯 这个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图钉 呃 那个钉的部分要变成尖的 然后另一面是变成比较宽的 那是来保护你 还reduce pressure的 那倒反的话 有没有是增大我的面积的 来reduce pressure的 因为刚才那个是我要利用pressure嘛 那现在我不要这样多的这个pressure 我不要这样多的压强 那怎么办 那我就increase area 我就增大我的面积 那有什么地方会需要用到增大面积的方法 好 我们的轮胎在泥地走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轮胎会陷在泥土里面 可是这种托格机啊 这种罗里的话 在泥沼地里面走是不会有事的 那你注意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轮胎 OK 轮胎上面 这个托格机的轮胎的 接触面积是很大的 那因为你很大的话 不管你的force长在大都好啊 那这时候你会让你的pressure 相对的变小了 所以这时候你走在泥地上面的话 你的效果就很好 所以我们讲这时候是 increase area to reduce pressure的 我们这时候不需要这样大压强 我们压强要比较少一点 还有这个同学的书包啊 尽量带爽肩的为什么 因为你双肩的话 你就可以increase area了 如果你被单肩的话 同样的十本课本 背在肩上跟双肩比的话 双肩会比较舒服一些的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你增大你的面积了 同样的十本书 但是你感觉那个力没有那么大了 然后那个力就比较少一点 但是为什么比较少一点 同样十本课本啊 所以这边我们讲 怎样应用area的关系来reduce pressure 然后最后的话滑雪的人也是一样 你看滑雪的那个板呢 为什么又做又细又长的 其实是有目的的 因为它在雪上面的时候 它的area增大了嘛 那这时候它身体的这个力 pressure作用在地上就比较小一些 那我们就可以让自己踩在雪地上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之一 那生活中有很多这种例子了 我们这边只是举例跟简单介绍 什么是压强 那这里的pressure不是我们想的那种stress啊 OK 我们同学可能觉得 我很pressure我很压力 没有 这里的pressure是讲的是物理的定义 单位面积所受到的力的多少叫压强 那今天这个视频的话只是稍微简单介绍 或者我们讲重新复习你初中上过的压强的概念 好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